欢迎县议会第六次定期大会 宪政总执询 16日上午县议员 徐雪玉针对中央路科技执法 授封东西巷道路 东华大学周边道路 花36线道路托关修缮 以及国庆庙旁道路托关 等公共基础建设提出执询 国庆庙是我心中的一个通 我们全部都到 唯独他们相公所得的霉大 让我非常的生气 我们的自来水平林科长 以非常非常的配合 非常的协助我们 他说我们一起合并起来 可以打到无名 合了而不为 造成现在1米6他们铺了 接下来他们发包了 铺2米 目前铺2米800公尺 后面围端的没有自来水的部分 4米宽400米长 我告诉大家 这条道路不用拨久 马上就会坏掉 因为1米6跟2米的 隔壁起来的这个截风 很快就坏掉 这样对于我们的浪费我们的工厂 徐雪玉认为基础交通建设 是地方发展相当重要的一环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协助解决 让乡亲能够感受到交通带来的便利 同时也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东西向希望他也能够尽数来做处理 刚才也有允诺了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地方的一个建设 刚才我们的邓处长还有其县长 都有做一个回应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中央路 这个科技执法的部分 等待我们的左转车道完成之后 再做获系的这个科技执法 那我想这个有关于地方的建设 是零零隆隆非常的多 那刚才本席有提出来的这个部分 也让我们的这个邓处长 跟我们习县长的一个肯定 我相信很快的我们的这个道路 能够来完成 县议员吴建市则是针对六代一路的 竞选主軸为基础 他认为县府推动智慧城市 要从教育着手 向下扎根向上延伸 同时也要活化环保科技园区 以三减二免方式 邀请电动车等环保产业进驻 让花莲成为最环保的县市 针对于我们这个智慧城市 还有AI的部分 除了这个软体硬体的部分 能够做加强 那希望从这个向下扎根向上延伸 花莲因为是偏处于这个偏乡 唯独只有靠这个资讯的这个增长 还有我们这个智慧城市 能够翻转花莲 那再来就是对于环保园区的部分 希望能够也是能够充分的运用 不要单单只是在这个做这个可能太阳能的发展之外 可能可以结合一些类似电动车的产业等等 邀请这个厂商能够来花莲这个进驻 县政府能够积极的推广 比方说这个三减两免 来的进驻的厂商 能够这个减租 甚至于这个减水减电 这个租金免费 前几前三年租金免费 那针对这些能够招商引资 希望他们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 能够来花莲做这个发展 县议员田育勋则是针对矿石税分配 以及校园职场言语霸凌提出质询 你一年十来亿的矿石税都是取之于秀林乡 而只有三千多万分配给秀林乡 实在不合理的 我们秀林乡原住民乡 受严金法治保护 难不止我们秀林乡不应该分享矿石税合理的利益吗 那县长对矿石税的分配法 能不能给足充分的理由 来说服我们泰国阻 在财政纪律法里面 对于地方的这个特别 我们的这个征收的特别条例 适同收统知 并不能做这个专款专用的项目 特定的专款专用来用 此外他也关心 闻南村三坡地住户 及水源村排水沟 修缮工程的进度 希望县府协助让居民能够住得安心 闻南岸已经 他的房子都已经 他是处于处于在边坡 已经规裂会导致民宅滑落河床 那水源水沟岸呢 他细沟取已经变形了 崩坏影响排水功能 针对议员所提 原民处长陈建春回应都已经及其处理 也都承报原民会争取相关经费来改善 同时也会努力携请各级民贷来关心 希望尽数地解决住户所面临的问题 不度用这个气阶